这是发生在广佛高速上的惊魂一幕 一个行人突然出现在高速路上 后方车辆躲避不及 不仅瞬间张人撞死 尸体还被拖着20多公里 经过多次碾压 全身上下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干嘛这个视频 你还敢横传马路吗 时间回到2015年2月26日 这天东莞某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 对方惊魂会定的表示 自己在高速上撞了人 但被撞人却神秘失踪了 大半年遇到这样的事情 任谁都觉得惊悚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据报话人赵先生介绍 事发当天 他先把朋友送回了家 然后就上了这辆高速 准备前往深圳 因为上了高速 因此他的车速提到了100码 当时路上的车辆有很多 他不敢调急轻心 一直认真的开车 唯恐出现意外 结果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他的左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对方不管不顾的企图横穿高速 对于路上比较黑 来往车辆速度又比较快 赵先生在门间想不到 高速上竟然会突然出现一个人 他慌慌张张的踩刹车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一声闷响之后 男人很快倒在了地上 赵先生意识到自己撞了人 立即下车查看 为了防止出现二次碾压 赵先生抢领着星空 将三角派摆在了初始的地方 但来往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 并且车速都很快 小小的三角派压根都起不到 什么有效的作用 甚至还被路过的车辆 迅速撞飞了出去 赵先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 说不定还没等到警方赶来处理事故 自己的小命也没了 为此他准备将这个男人 搬运到相对比较安全的应急车道上 没想到眨眼镜 躺在路上的男人就不翼而飞了 要不是地上和他车上 还采用着车祸后的血迹 赵先生甚至怀疑 刚刚究竟有没有发生过车祸 大半年的这诡异的一幕 令人不寒而栗 赵先生不可耽搁 将自己的车子开到应急车道后 就赶紧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 简单了解情况后 随即调取了赵先生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确实如他所说的一样 而高速路上的监控 也证明了赵先生的言语 但由于天黑 男子被撞后 又始终躺在地上 过晃车辆穿流不一 因此无论是行车记录仪还是监控 多么就拍到男子究竟是如何失踪的 那么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被撞的男子究竟经历了什么 难道真的不翼而飞了吗 深耕半夜 高速路上惊险行人横传马路 不仅瞬间被撞得血肉模糊 就连尸体也被拖进二十多公里 肠子都流了满地 脑袋也被压变 现场情况惨不忍睹 那么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5年 广佛告诉某路段发生车祸后 警方立即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搜查 事发现场血迹斑斑 直逐了两百多米远 然后血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除了血迹之外 现场还找到了一些破旧的衣服 但被撞的男子却始终不见踪影 深夜被撞后 门女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不成 这些都是一场虚乎缥缈的噩梦不成 警方随即再次查看了现场监控 他们怀疑 当晚经过的车辆比较多 男子是不是被路过的车辆 撞到高速护栏外面去了 随即警方立即对这段高速护栏之坏的地区 进行了搜查 但凭借着他们将这里翻了个底朝天 却依旧没有找到男子的下落 再往前就到了管佛高速与龙大高速的分岔口了 这也意味着排查的难度将再次升级 其实到这里 男子的生存几率已经微乎其微了 但考虑到男子可能还活着 哪怕经用一次存活的几率 也要把他找出来 因此交警大队联合共换干净 将排查范围扩大到了50公里 势必要将被撞的男子找到 但无论他们怎么寻找 被撞的男子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 似乎不见踪影 警方费了半天劲 除了最开始的血迹和破碎的衣服之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找到 难不成被撞的男子并没有事 醒来之后 意识到自己卸闯高速是不对的行为 心虚之下 趁人不被自己跑了 正当警方会自是一筹莫然之际 却突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司机刘先生抱歉称自己好像撞了人 但除了车上的血迹之外 并没有见到伤者 原来2月26日 刘先生开车回老家 经过事发路段时 突然感觉车子颠簸了一下 他以为车子发生了故障 于是立即将车子开到应急车道 并下车查看 由于天黑 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随后车子也一直好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因此他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直到回家后 才发现自己的车子上有血迹 他清楚的记得自己没有撞过人 车子上怎么会有出现血迹呢 为此他还专门查看了新车记录仪 并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警方立即信誓到 刘先生一定是碾压到当时的被撞人 但由于事发当天 刘先生以为是车子出了故障 因此并没有多留意及他 所以他也不知道 被撞的男人现在究竟在哪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加出户所有人的预料 深更半夜 高速路上突现惊魂一幕 行为横传马路被撞飞 尸体遭80多辆车子碾压后 却神秘失踪 最终在20多公里外发现 现场惨不忍睹 进刘先生之后 警方就陆陆续续的收到了不少司机的报警电话 他们都说自己似乎撞到了人 但却就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撞到的 除了车上的血迹之外 他们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否撞了人 人和这些报警的司机 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事发当天 他们都路过了事发的高速公路 因此警方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念头 那名被撞的男子 十九八九已经死了 甚至可以说他应该必死无疑了 但就算是遭遇到了不测 他的尸体究竟被带到哪里去了呢 很快警方就有了答案 一个大巴车司机报警称 自己曾在一辆面包车上 见到了疑似尸体的东西 这辆面包车的主人 似乎并不知道自己车上挂了个人 一直拖着这具尸体往前走 后来从一个收费站下来高速 得到这条线索后 警方随即调取了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视频上显示 面包车缴飞过去时 收费站的工作人员 似乎也发现了异常 还扭头往后看了一眼 但就局面包车已经开走 工作人员言文就过多的关注 线索到这里 似乎再次中断 好在此时警方接到暴汉 在深圳光明新区某地 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他赤身裸体 血重模糊 全身上下大面积砸伤 整个尸体面目全非 已经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了 经过DTS对比 警方很快就发现 这竟然是他们苦苦寻找的被装男子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跑到这里的呢 随即警方对那辆面包车进行了追查 据面包车司机反应 他压根就不知道 尸体什么时候挂到车上的 对此警方发出了质疑 这么大个人 就算看不到 碾压上去时 也应该会有感觉 怎么会感受不到呢 经过警方的提醒 司机终于想起来了 原来事发当天 他也曾路过那段路口 当时确实觉得 车子垫步了一下 但因为他着急赶路 再加上他面包车年久失修 经常出现各种问题 因此他以为 只是细时故障 因此也就没下车检查 谁能想到 车上竟然会挂着一具尸体 等他发现的时候 车子场全是血和人体组织碎线 吓都要吓死了 那还记得是什么时候 出现了异常呀 随后警方调查得知 死者魏某32岁 生前住在事发地附近的大郎珍 有计他半夜 出现在高速路上的原因 想来除了他自己以外 应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吧 但我们必须要谨记的是 生命只有一次 无论什么时候 都叫震撼生命 切莫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 丢了自己的性命 还连累了无辜的人 我们下期是在命中挂着 所有组织碎线